這個問題 那我想上次的回答 或許他還不像他那樣 但是這個問題其實不容易回答 因為這個問題需要花不同層面的角度去看 你對這個整件事情有理解了以後 你才會很清楚說 為什麼我會講出那一段話 沒有關係 反正我們還有一講 我會在不同的狀態之下 去講各種不同的層面 那讓大家可以理解為什麼我會說 其次理解生命另外一個緩度的一個 入門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道理 另外一個可能有人要問的是 為什麼叫做聖學 聖學跟剛剛那個氣功能是一樣的 哇 你講聖學 很多人呢 在傳統上講到聖就不得了了 聖 我們叫做觀聖地對不對 講聖好像很了不起 其實 慢慢的我們也來跟各位做一個觀念上的探討 五十後的人說聖地 這個聖地 如果你不修煉 不修氣 你就很難理解五十後的人為什麼要說聖地 聖地不是我們現代人講的 也不是全世界 中國人講聖地 跟全世界在講聖地 就是兩碼不同的事情 那我們的祖先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全部都是按照身體力學得到的結果 所以這個聖地 這個解釋 也需要在未來的五講當中 慢慢的從各位溝通這個聖地 那這個是我今天在開始講我們這個題目之前 先跟各位稍微做一下溝通 因為你們看了這個題目 有的人看到這個PowerPoint的題目就覺得說 這個人是在幹嘛 在講什麼東西啊 對不起 我今天不是宗教學家 我也不是搞宗教活動 我也不搞聖地 我講的只是我們過去祖先留下來的這些 現在可以理解的知識 那這些知識裡面有一大部分非常重要 我曾經在我們的場合講過一些系列的東西 我講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當我們的人從上個世紀開始 曾經有人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這個理解 我們在上個世紀的時候 華人 華人社會產生一個非常重要的反動 這個反動曾經有一句話 在台灣 目前我們的人來講 可能是絕對沒辦法接受的 說的是什麼呢 他說 孝順是萬惡之神 這個是在五四運動前後二三十年之內 這就是為什麼共產主義上來了以後 他們搞文革會搞得這麼瘦漢 所以我們在這邊的人 我們多數的人 經過了傳統教育以後 沒有辦法接受的 可是你如果回到1900年前後二三十年 你看到中國社會的破敗 你就知道一群人到國外以後再回來 幾乎就是要把所有自己的東西 通通丟到英國 所以這一段歷史我們現在肯定沒有在談 因為在台灣基本上 有人是連五四運動都不停 對傳統我們祖先的文化是不停的 所以在那段時間 一路搞中共搞文革搞很多 然後學者就開始質疑 學了西方的文化以後 開始質疑說 我們的文化都是假的 歷史上寫了 商代 周代 周代可能還有影子 商代就是對傳 但那更不要講皇帝了 那根本就是神話 所以就把所有武人包含上書裡面 很多東西都認為是杜傳 我們的文化 我們祖先講的都是杜傳 然後大陸搞文革了以後 很多人不能再講現在的東西 很多行業完蛋了 譬如說搞歷史完蛋了 怎麼辦呢 嘴巴封起來 好吧 學外國 謝謝 喔 很多人呢 嘴巴封起來幹嘛 學外國人口 到地下就挖 地下挖出來的東西 一件一件出來的口 對不起 所謂的遺骨態 最小的該遺骨態很美 所以我有一個簡單的說明 當我們的子孫 當祖先的子孫 從上個世紀開始 美媽媽祖先一個人 祖先就從土地裡面 跑一個東西出來 做回準 所以說上代不存在 甲骨雲就跑出來 中國的科技感到外國人 你就會開始發片 譬如說我講幾個小的例子 煙太子孫 它是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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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帶上 它是一帶 它是一帶 差的 那個麥徒風轉過來 不要跌著 那個 跌著一點 好可以 先試看看 就是說 天太子孫 剛挖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 骨木崩塌了 崩塌了 崩塌了以後 那個劍 就被木關壓了 整個都彎掉 彎掉了以後 人家說 哎呀 多可惜啊 戰國時代的木 裡面都 兵器 就這樣子被壓好了 可是拿出來了以後 兩個時辰 那個劍就彎回來 它有彈性 它有記憶性 各位 外國的記憶親屬 是要到1960年才發現 然後呢 中國過去的醋造技術 都比不上外國 挖出來了 岳王勾劍 出來了以後 對不起 還是新的 還會發亮 一疊抱子拿起來 輕輕一畫 整個都破掉了 沒有生鏽也沒有那個 後來等到金屬眼鏈去檢查的時候 發現 防鏽金屬 是西方要到1950年代才發現 我們的祖先 有非常多的東西 就是在子孫 但孟子 有一個一個什麼祖定 所以我上次也解過了一個例子 我一個人叫台語 說什麼 台灣話 台灣話 本身就只有有話沒話 所以台灣話 跟中國話沒有關係 你如果去看很多記載 你如果去看語文學 在發音上面 然後去看說文解字 看一切的東西以後 我問一件很簡單的問題 你們就會發現 常常在外面旁的人 特別在東北洋 你們就會發現 韓國話跟台灣話很像 日本話跟台灣話很像 為什麼 因為它是同一個語氣 何若也 為什麼叫何若也 所以 額徒 落書 發現 地 所以台灣人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祖先 不非常多 自己的祖先 聽到什麼 我常常要講文學 你如果在網絡上面看 蘇格蘭人 蘇格蘭人 蘇格蘭人被英國人 被英格蘭人是出家 蘇格蘭都被英格蘭統治 你如果看加拿大 美國的蘇格蘭人 過節日的時候 我的祖先就是蘇格蘭人 跟你英國人 英國人不一樣 每個人都以自己的祖先為傲 只有很多的台灣人 不以自己的祖先為傲 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那為什麼我們要講聖學 就是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我們古代的祖先 在老子跟孔子被後代扭曲了以後 才跑出了儒家跟老家 本來沒有儒家老家 孔子從來沒有說我是儒家 老子也沒有說我是道家 對不對 所以本來只有什麼 先聖先王之學 好了 一樣的 我們今天還會再提到竹簡 挖出來的東西 一看 現在搞儒家的 搞中國古代文化 常常大家開始了 想再說 怎麼會這樣 古時候的儒家不罵老家 老家不罵儒家 而且講的東西好像都很像 為什麼不這樣 為什麼不這樣 所以我們要講聖學 我為什麼不講儒學 沒有儒學 只有聖學 這個我們還會再講 所以這是今天 剛剛大家明明報起了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 我們就 請去上一個節目 上一次的 我們上次講的 今天講的是這個 題目呢是聖學的魔法 講氣 我們今天主題是講氣 忠道氣功 道遠 我們當然要講氣 而且不講一次兩次 我們幾乎每一次都會贏 目標理智的生命 這非常重要 因為各位 你們如果跟著 袁老師 鼓勵的每天 暗部就發熱烈 不管你有沒有氣感 你的生命有 我會告訴你為什麼 那我們上一次 因為是這樣子 所以題目是健康快樂大 注意的同學 可能就已經發現 我們的目標題是 贏見贏贏贏 對不對 為什麼 我相信我們這樣 跨圓看去 結大多數的人跟我差不多 這邊比例50歲以上的 可能很多 而我們上次有一個slide 50歲我們的身體能量 都在我們下增 大家都在我們下增 所以你如果希望改變你的生命能量 你就要運動 那我們上一次秀了非常多的data 數據 國家會大統計數據 如果各位有在上網路 你們可以到國家內政庫 有個數據資料庫 裡面有很多現在跟各位有關的數據 我們是建立在完全的知識形容 各位有時候可以到裡面去辦 很多跟各位現在會相關的健康 需要生活 很多需要都在那裡 那在你練氣之前 第一件事情 要把身體練 氣跟什麼有關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氣 跟靈命有關 但是氣跟你的身體健康狀況 很簡單 我相信有人有這個概念 在傳統的話 寺廟收人家來出家 再老六十歲 是絕對不熟 絕大多數五十歲都不熟 為什麼 沒有辦法修啊 沒有辦法修啊 你去只是在吃飯而已 對不對 你這一輩子如果原來都沒有修 你這五十歲六十歲要開始 不可能啊 所以他們認為那個資源 不是開放給直接年紀大的 那 現在的世代不一樣 我現在在提上的就是在家修 那不一定要修活教 不一定要 也不一定要修道教 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各位的身體幹掉 你的身體夠強壯了 你的氣就會慢慢引進去 氣的顯現 跟你的心理狀態 跟你的身體狀態 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 我們會講 靈見 靈命的原因 就是你需要 先把你的身體護 那麼你把你的身體護好了以後 我們邊悟然後就邊看 如果你開始裂會有氣感 或者是即使沒氣感 你感覺到你的生命開始變 就開始講生命 開始講之前 我要問各位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這裏面 各位 有誰相信 靈魂精彩 有誰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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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謝謝 我有一天在 大難生靈光源 遇到我 我的一位學長 沒有大十二歲 也是台灣大學畢業 我也是可以猜得到他其他隻幾歲 我問他同一個問題 笑一笑看 這是哲學問題嗎 如果你要問我 不太相信你 其實這個問題 在過去的二十年 在過去的二十年 已經開始變成科學跟宗教之間的一個 熱狂 因為我們所在 現在開始 西方的科學家 化非常大 我們在探索這個問題 我們等一下再看小白的議題 所以 它跟你的生命的另外一個狀態 是有相關的 所以你講到氣 幾乎所有受到 受到科學信任的人 就會像看到的議題一樣 這個新聞大概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影響 大概是2011、112年左右 有一個新聞 他說什麼 乖乖的省率 資訊接著到機場的科系 各位看看 機房裡面要放乖乖 電腦上面 乖乖 為什麼那個時候電腦很容易當機 當機了 以後整個修都修不好 修不好 最好的辦法 那客人就開始罵了對不對 電訊不通 這個不行 拿不到資料 最好的辦法是萬報乖乖 所以講到氣 或講到靈活 到現在 對很多人來講 就像 快發有神秘的感受 但是實際上 這個氣感 我們這邊 上次問 大概現在看起來 是有一兩回 開始有一點氣感 有氣感的人 只要你開始有氣感了以後 你看到這個 就會開始 你好像也那一回事 然後你就開始 欸 氣有意思喔 欸 不知道是什麼 那我們會再說 所以 在做解釋 跟你感受到氣之前 我們先來看看 整個社會 對氣的用之 所以我講的是 氣的用之 那麼 對於華人來講 對相信中醫的人來講 對相信中醫的人來講 氣第一個有感覺的就是中醫 我們也不用搬中醫書出來看 現在的知識 絕大多數人都是上網路去找 所以你看 就用什麼 維基百科電腦查的資料 所以我講的通識 就是因為 每個人上去第一個查電腦 就會看到 那這裡面呢 那這裡面呢 就包含了 最重要的觀念 就是排成的中醫 他說 氣是什麼 中醫的基本概念 那麼 氣可以維持生命活動的基本物質 欸 氣 它顯示的基本物質 對不對 對不對 打個握頭 氣 長一血 也可以在血盤 氣 在血 微激中 其實就能譜一句話 氣 全身到處 就會有 對不對 就在身體裡面 那麼 在內 微激致腹的功能 比如說 我也不尷尬了 在外 如氧 在外 筋骨皮 所以 可以修复住自己的 離外 所以 氣是什麼 裡面可以癢 外面可以對抗外來的 喔 好像現在科學 你要再講免疫情 一樣 所以用於 乳氧的功能 稱為核瘍器 就是中醫的 摔養素 用於防疫的 稱為胃群 從這一段說明 各位就是 有一個概念說 氣是什麼 多想 多無 喔 古時候的主線就認為 氣就是很根本 就是我們生命體 要能夠生存下去 最重要的一個 基本東西 然後開始練氣了 有人有氣了以後呢 他說 嘿嘿 氣會跑 就可以開始看到 氣會分布在經 經弱之中 成為經弱之群 脹部叫做 脹氣或乳氣 在心的叫 心氣 封閉的 胃的叫做 胃氣 胸的叫 重氣 我畫面 為什麼叫 重氣 可以跟各位講 這塊地方 有氣的時候 它是 它是 重則 勾通 全身氣的 交會點 在這裡 所以叫做 中氣 它是一個聯絡 在這個地方 練氣練到 開始要 從 人轉勝 我又提到勝 不要有太多幻想 以為你會變成先 從人轉勝 從人轉勝 就是要經過這一塊 叫做 中氣 我們會再解釋 那麼叫 小甘甜的叫做 元氣 日本人常常講 六關 元氣 生命活動正常的叫正氣 生命活動不正常的叫喜氣 不是中音的傳有名氣 就是氣 各位從到這邊就可以知道 氣可以 好 可以 好 不會保養 氣亂不喘 所以 這邊 我就要告訴各位 為什麼 我們 不像 別的地方 馬上就叫你 直接練氣 因為 氣不正常的 氣巧 學氣 有很多人去練靜坐 很多人練氣 接著就得疾病 為什麼 他的肢體功能 沒有調好 所以 再一次我跟各位提醒 為什麼 顏老師教你們 是從 筋骨皮開始練氣 而筋骨皮最直接的功能 就是讓你保持平衡 讓你的體力增加 讓你 對現實生活的活動 有保障 然後你的氣調起來了以後 慢慢的癢 你的身體只有腔壯以後 你的氣才能慢慢癢 你的身體如果不好 氣是不可能癢 所以 所以要避免邪 要癢 要癢 正氣 這些都不是空話 我們會慢慢的跟各位講 你會在哪裏 那危機到身體功能的叫做 骨氣 骨氣 補障重量功能的 能夠伸透好的叫正氣 各位看到 為什麼這樣伸化的叫正氣 正氣 正氣我們今天都講 最後一講歪談 今天我們講骨氣 在這個地方 先解釋這個骨氣 為什麼叫骨氣 危機身體功能 骨就是倒骨的骨 就是倒骨的骨 就是你吃米飯 所以有人家說 人吃無骨雜養 那你沒有氣 你全身奪力去 吃這個 一個稍微管理會來 對不對 你吃飯補充能量了以後 能量就來了 現在西醫的科學就很簡單 你吃下去了 你吃吃下去了 血糖上升了 你精神當然就很厲害 能不能用血糖來解釋嗎 中國人過去不是嗎 所以骨氣就是實物之氣 實物之氣 可是 有更多的人不了解 如果我們把文化化解 這個骨氣的骨子 在更早的時候 骨子的本意是 是慾 預防的慾 按照現在的觀念來講 它就是一道很多人 但是以前 不知道有很多人 也就是說 你維持身體有活力的方式 是兩個 一個就是實物 另外一個就是 展身急切的慾望 什麼慾望 憤怒的慾望 憤怒的慾望也是一道慾 快樂的慾望 很想要怎麼樣也是一道 所以 當你很想怎麼樣 你的全身力氣就好 所以很多人 甚至於現在念中醫的 都不了解 苦氣的另外一個含義 就是慾望 怎麼樣控制你的慾望 那你的身體會神爆啊 那麼從剛剛講到現在 我們講的氣 用了這個氣 也用了剛剛有一個 中醫裡面用的氣 這兩個氣是怎麼來的 剛剛我講的那個氣 管氣 為什麼不能這樣想 是實物會有氣 所以我們第一個要知道 苦人是怎麼想 氣是怎麼 跑出來了 這個字為什麼會跑出來 各位還記得我們上次介紹手 跟介紹腳 所以苦人造勢是按照生活經驗 同樣的氣也是按照生活經驗 是身體逆行實踐而來 這個氣是現在寫這個樣子 如果我們看說明解釋 公元前兩百名左右 許勝收了很多次 他說 氣是什麼 貴克 除蜜野 你知道 台灣話怎麼說 貴克 除蜜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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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能夠發音 所以 各位大家想想看 過去傳統 什麼時候吃 湯圓 什麼時候吃 吃蜜野 以前 糯米非常的貴 所以 貴克來才吃糯 過年過節 吃糯 什麼 竹牆防禦敵人 用過 蜜野 可以 所以你看 蜜米其身 蜜米其身 就表示說 這個是有元氣的 所以 在生活的經驗當中 非常簡單 除蜜野 比較耐 對不對 比較耐啊 我們常常講 吃下去 有什麼 都巴巴的 都沒腰 對不對 那這個氣身 那這個氣身 就表示 有這個氣字喔 這個氣字 就是這個氣字 那為什麼 說文解釋 要寫這個字 然後 後面說 其人來 氣諸 不是來把他 讓他生氣 不是讓他生氣 這個禮方氣 就是為他氣的意思 不是為他用氣的意思 就是這樣 就是我用 用我最好的 喊在這個人家 讓人家吃了一個人氣 那這個氣字 他說 氣 可以寫的這樣 實氣 氣或重新 另外 氣或重新 喔 原來 這個字 米其這個字 是 許聖當時的 前氣字 漢代用的是小段 再更少 有不治 所以你在 在說文解釋裡面 你會看到他有很多苦文 邪法是什麼 就像這樣 所以他當時可以收到 有這樣的邪法 有這樣的邪法 那 這個氣又是怎麼回事 就表示這兩個氣 其實不太一樣 不一樣 那怎麼都不一樣 所以你在說文解釋 可以看到兩個不同的解釋 第二個就是氣 他說氣 云氣 他講的是自然界 我們看到 補色的人很簡單 你煮飯就可以看到 隨便的氣捧上去 所以叫云氣 對不對 氣小 所以剛剛講的那個氣 就是那個氣生的那個氣字 指的是自然界的云氣 那 生一個氣字 在甲骨文裡面寫的是這樣 我們可以看到甲骨文寫的是這樣 就有很多人解釋啦 說因為這個字跟三很容易搞混 所以就把它上一下接著 用來跟三區分 這是解釋 對不對 沒有人知道 古時候的人很像 但是 這個禮拜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觀念 長在裡面 三的寫法 不是我們現在的寫法 是三橫要一樣大小 往前推一個數字2 古時候的人寫2 兩橫 一樣大小 我們現在人寫上面短下面長 古時候叫做上 上面的上 上面長下面短叫做下 然後中間那個長的當標準 在上面叫上 在下面叫下 所以各位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當在數字的時候 1 2 3 4 包含寫到4 都是一樣的長短 他反映一件非常基本的觀念 被點到的東西 各個獨立 全部都有各自的地位 沒有大小 一件就是一件 我們古代人的公普觀念 比外國人要好 我可以證明 所以三的寫法 在2014年 北京中文大學系2014年 有一個渡教者 渡學者 他說這個山怎麼解釋 他說原來甲骨文的這個山字 應該不是象形字 它是一個指示 上橫表示天 下橫表示地 中間短橫表示說 那個東西在這 在天地之間 這個解釋我可以解釋 為什麼 從其他很多次 古生人當要講 用 我選擇的時候 都是用短符 或者是圓符去代表 以後我們還會再塗到 所以他的說法 要符合以前造成的規則 所以原來的氣指呢 就是天地之間的氣 那這個氣呢 這個氣呢 這個氣 敏落成氣 這個氣字 為什麼會寫成這樣 就是說為什麼這個氣字 為什麼這個氣字會寫成這樣呢 如果我們 把字往甲骨推 你就會發現它是寫成這樣 像形 兼會 一看就非常清楚 這是一個豆 對不對 這是一個豆 就是裡面放食物的 煮食物的豆 下面是可以 這邊是空的是可以生活 你們如果到過故宮 各位如果到過故宮 你就會看到 這個叫做點豆的結構 你相信 放一個箭子 頂墨 頂墨豆的結構 我站到這裡 對不起 頂墨豆的結構 表示有食物 那麼這個一看就非常清楚 是一個人對不對 這個人形 在說文解讀 我忘記把它列出來 說文解釋的解釋 這個字不是欠 欠東西的欠 可是欠的解釋是什麼 不是欠的東西 是指人 人因為氣不足 在那邊遵循著 欠不足 欠不足在那邊吸氣 或是欠不足在那邊打不見 所以是欠 所以這一個人 欠不足 要跑吃東西 所以這一個字就告訴我們 一件事情 甲骨文的時候 食骨 用食物來補氣的概念 在中醫裡面就已經存在了 所以既我們現在用這個字 形式它的衍生的含義 對不對 我們講既然 既然 這就是 既然的意思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既然 意思有什麼 有生理主神手法 那事情就一人按那樣 這個事情已經完成了 對不對 既然 所以它已經是一個衍生意了 所以這個祭祀 告訴我們說 告訴我們說 五十五 而這個字的演化 小傳就是寫成這樣 各位就可以看到 那個鬥字 變成這樣 各位知道 從甲骨文到小傳 中間差一千 所以有些字 慢慢慢慢慢慢 形狀就變了 所以很多字呢 隨著年齡 時間的改變 它的寫法 有一點 所以這個從你從進 其實講穿的還不是什麼 吃你來不去 所以我剛剛在那邊講的 不去 所以你們可以看 甲骨文 寫了記 謝謝 為 我想到我這邊 他對我沒有氣 呵呵呵 變氣 為為為 有啦 可能我那個媽媽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這邊 我寫了這三個字 怎麼來的呢 就是有聽聞當道明顯 有聽聞當道明顯 有聽聞當道明顯 就是我剛剛 從地下 焚書 坑爐 挖內以後 又挖出來 沒有被 燒掉 它的年齡大概是什麼時候呢 大概就是在 有聽聞當道明顯 也就是真聽到戰友之教 也就是真聽到戰友之教 有人就給它算 大概跟悶詞 同一個時代 所以悶詞同一個時代 悶詞同一個時代的 字 寫法就是這樣 這個是記 所以 記字下面存過 如果 悶詞同一個時代 報紅 歶詞 我剛剛講過 《52》的詔資 當他要取肉 這個是重點所在 那他用原點去畫破 用一盒 歶詞 所以我可以講到這邊有一個 這一個氣的重點在佛服 那麼在太益生水 這兩個在不討厭的路面 它不是另外一個氣管造成的 所以你會看到非常的像 它的氣非常重要 它的鬥是變成的 然後這一邊已經寫得很大 其實意思是一樣的 謝謝 你要去給我 你的氣還夠 所以你們就可以看到 氣在戰國時代的氣質 其實就從哪裡來 比它早一千年 甲骨就應該存在 我們現在能夠破解的甲骨文 只有一千五百年 甲骨文挖出來以後 有五千個符號不能辨識 也表示我們不知道 在寫什麼 現在能辨識的非常多 都是透過說文解釋去理解 所以說文解釋的功勞也很大 說文解釋功勞 如果不是說文解釋 我們可能完全不知道甲骨文裡面寫什麼 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到 剛剛講的氣概念 在中醫書裡面 它是另外一次 它可以一直上推 至少現在可靠的歷史 都可以推到上概念 那皇帝呢 皇帝內經講皇帝啊 裡面還講了很多皇帝的故事啊 你們要不要信 如果按照一百年前 的人就是 美國這邊都寫 可是等到地下挖出來以後 我們發現 被他們說是 偽上書 的偽裡面東西都是真的 不知道那些學者怎麼把它訂回會 學了現代的科學指示 去訂補什麼真的東西 叫 所以 我們的學者裡面 有很多人 其實應該要 摸摸指紋 顧顧指紋 不要亂講 婚顧指 六平篇 婚顧指 這個圓 或這個書 大概是在 《看到書》 大概是在 《看到書》 大概是在 《西元》 大概八九十年的時候 一氣勝萬物 所以我們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你一气生二五 就第一次在中医术里面 或是道家术里面看到 气可以生二五 好了 我们开始有现组 一个气是天方专的气 它是另一位可以吃的 五十二人造的这个气 气是可以吃的 所以各位 你们可以看到 有两个气质存在 在这次结果来看 气其实就是 刚刚讲的像三大云气 跟这个气能够生亂度的气 在三大的时候 就已经分较好 各自主义 五十块的人 怎么会用来一个气贵生呢 所以我们从刚刚解释 我们的气质 一气生万物的概念 在我们刚刚讲很先 上次我们 一开始做了一点点解释 对不对 我们今天无用不进去 我们稍微做文献 稍微今天速度快一点 那 我们有机会 如果各位有兴趣 我们就把他死去尿了 今天不是 今天 给各位一个概念 你就暂时先接手 很自主的就是天地 所以现在有学者说 很先这一堆古葬 是中国古代宇宙神称的 或者叫做世界万物 很 就是 我们的天地 在出现之前 这有上次已经解释过 是 没有一个意志另外能量存在 只有才不是一切万物的根本 也就是子弟的子 这个字也非常有意思 有机会来学 那个万物的根本 也行止都看不到 所以只有静根区 只有静根区 因此这个词 就是最初的一些万物 最初的词 静也是最初 最沉静的 虚是完全没有虚拟 自愿不自忍 就是在这个状态之下 整个世界 在那个时候 空无世界 本身是自我满足 它处在一个自我满足的短态 但是 它是不安静 所以它不是的 虚拟 虚拟 不是虚拟 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虚拟 各位知道 造智是大概增加了 这个字 应该解释 定律的御 叫做寓座 寓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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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寓座 就开始在这个虚空当中 开始 霸分 区 有人 趋力 霸分 这个霸分的方式 寓座 一开始有气 所以有气的 气的最原始 对不起 还不是我们现在讲的 明气的气 是气的那个概念 那个形上概念 那个气 在寓座 在以后 它才开始产生了 产生了 要经过一段时间 它无定 有有 各位看到 这个有有 就是我们上次讲的 有有有 所以 有有 就是表示什么 有那么一个 不知道的什么东西 或者是上主 或者是一个外人的 天地之间的什么 它产生一个意念 我们刚刚上次有解释 这个有有有 的意思是什么 动心 起念 一直到实行到完成 得到结果 所以这个地方是在动心 起念 有有有 然后有有有 的安 才能死 死 也不是开始 死 这一字 有有有 的意思 叫做死 就是 开始有了一个 想要把 那个形上的概念 执行的 或失行的 一个东西存在 然后有死 有死 那一个想法 稳定了以后 才有 亡者 有亡者就是 要开始实行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之前 宇宙是一个 我们不知道的状态 一个形上的概念 就好像 写电脑程式 还没有在电脑里面 弄 它是一个program 在里面先定出来了 未有天地 天地还没有存在 未有做行出身 我们看到的一切 会动的 会什么的 都不存在 即使有了这样一个形上的意念在那边 虚静为一 虚跟静 空间 跟一个完全沉静的状态 都各自 专注的在自己的位置上 虚静为一 弱就是很稳定的意志 静静梦梦静同而会 莫名就是欲 也就是说 当他们在努力的 维持自己的虚跟自己的静的时候 就开始产生 静静就好像 水滴石川一样 开始已经作用了 但是那个作用是 你感觉不到 像水滴石川一样 慢慢的在做 所以叫静静 然后就好像你做梦一样 偶尔可以发现它好像在动 所以呢 即使是天地这样在活动 没有欲还是活动 会获之生 就是没有欲的膨胀 它没有产生新的欲 它就是化风版的各自仍然在动 就像虚静一样 就各自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气是不是生 气出来 但是气是怎么样呢 恒莫生气 气什么时候出来 这个莫不是不要的意思 这个莫是 恒就是天地还不明朗的时候 就气生出来 所以还没有天地气生出来 所以气是自身之多 讲到这边 全世界古代文明 你们再查查看 有哪一个文明像中国这样子的创世世纪 就非常像现在的宇宙 完全符合现在物理全 所以这里面所有的气都是这种 所以气是世界创生的 你要说它是能量吗 也可以 你要说它是物质吗 所以呢 恒气自身不独 有就是刚刚讲的 它要出生的时候 虽然是自身 但是有一个意念在做 就是有 这个有 不是有东西跟它合作 而是这个意念在作用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气开始运作了以后 欲跟天地就不分下来 我们现在用天门望眼镜去看 一个一个的星星就是天门 我们不知道古人怎么看 古人怎么看的我们不知道 我们现在要用望眼镜去看 可是它告诉你说 欲跟岸 生育者能够产生天地 可以产生欲的这套系统 或能量或program 因为它生出来 它有一下 昏昏昏零食器 这个开始就是讲 怎么样产生的一切化物 这是我们讲的 所以 测气生地 清气生地 在我們的世界裡面 觀物走來 濁氣生氣 清醒生氣 信 除了升天地還成功 各位 你看到下面再一句 你可以答詞 信神在宰宰宰 氣因為這個信 我們已經講了 中國人講信這個詞是言行合一 也就是說氣的運作是有一定的方式 你可以預測它會在那邊運作 因為它總是這樣子運作 所以你就會相信它 這是我們所有人對信這個字的意見 所以一個人要不要被人家信 不是我講話 不是我天天這樣做 所以信的基礎是公信 我們現在人不講信 這個世界不講信 氣信以後 神才會在 對古時候創造出這個理論來講 神是哪裡 天地產生的 不是神造大的 我們認為的神 是天地產生的 祂的能力可能比我們大 會管我 但是祂的能量是天地產生的 跟現在西方的物理學或科學 是天地產生的能量是天地產生的 可是祂並沒有說神不存在喔 另外一個更大的造物者不存在喔 為什麼 剛剛我們講 有志的概念本身是什麼 就是一種意念 意象 意圖嘛 你看不到形上的一個東西在那邊 我們可以有理由地去推斷 我們所有的人修道 修道 可以看神還看不到那個有後面自己 所以祂非常忠實的行銷 天地之上還沒有人 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大家在拜的神 我不知道 那是天地生出來的 所以了解古文字 我們現在才能夠真正了解 我們祖先在想什麼 這個祖先的想法 有很多在漢代中 通通被扭曲 也就是說後來的儒家其實扭曲了 原來祖先有許多的說法 為什麼 皇帝要權盟 儒家就是做祖根 所以我不承認儒家 我只相信先生的行銷 所以橫仙裡面告訴我們一個 氣是什麼 創生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公生實踐的文化 手你看可以寫得兩位 氣也寫得兩位 如果不是經過秋月 你是他很難想到 因為想沒想到的文化 所以你們可以問一問 如果五十二人堅持 氣是創生用性 你們現在在裡面 氣又有一次 我身體裡面的氣 祖先說可以調理 可以調理 還可以調理到什麼狀態 中國人對氣有一種想望 全世界的人類都一樣 那外國人怎麼樣來看氣呢 所以我們看 從現在資料能夠查到最古老的 埃及開始 在埃及人 我們可以看到 埃及的文化現在有紀錄 大概是文字紀錄 五千多年 再更早大概可以到 考證到八千萬 但是變成有系統的東西是在五千萬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埃及的神多八千萬 其中對氣的崇拜 就有一個氣神 天空同時也反氣 所以大氣之神 空氣之神都是數 他是解住神之一 那在埃及文裡面他是 乾暗 烤 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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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發現 他的關系就是定位之類 那地方都是沙門 所以風一吹 東西越吹越乾 對不對 那他呢 書是怎麼來的呢 他們的神話故事裡面 書那個神 是太陽神的呼吸製造作 所以那個時候的人治 就自然卻充滿了 純淨害怕 所以神管我們一切 所以對氣他們的想法是 在五千多年以前不是有意思的 這是一個圖 你們就可以看到了 書 這邊就是書 他靠其他的神明 天神就是這一個 地神就是這一個 地神被他踩在下面 上面天神把他撐著 然後有另外不同的神來幫他 就把宇宙的大水分開 全世界的文明都有大水的紀錄 這是非常怪的一件事 我們的下代 下朝與之大水對不對 西方的文明一樣有大水對不對 埃及人也有大水 所以宇宙充滿了水 人不能活 所以書就幫人創造這個空間 讓人活在裡面 這就是埃及 所以五千多年前一直到後來 埃及人的文明都是神性的 那再往後的五千多年到後來 三千五百年的時候就脫師了 脫師興起 修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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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一下